我今日的主題是 加強打擊新型電話騙案 意識市民而慮 近日電話騙案風潮再起 大批本澳市民收到疑似來自 巴布亞、新基內亞、湯家、南蘇登等地的頻密來電 他們不分就夜地打電話 但大多數電話響了一下就收線 對市民造成極大的滋擾 亦令人擔心是否新型的電話雜變 慶幸的是近年市警都有加強宣傳 市民對不明來電提高警惕 因此暫時未收到損失的個案 雖然市警有通過不同渠道即時發布跟進個案的消息 但由於至今未查明來電的原因 未知當中是否涉及騙案 這就引起市民的眾多猜測 根據網上傳言 回撥電話就會有金錢的損失 或者導致電話的通訊錄及信用卡資料被盜取 令市民人心惶惶 就算市警就網絡傳言作出回應 但只是停留在宣稱未收到相關情況 未有提供更詳細的資訊 市民未能適宜 近年的電話騙案槍決 施警日前就偵破了電話詐騙集團 拘捕了台灣籍的骨幹成員 並對外發布信息 截至本年度3月共接獲450宗電話詐騙 舉報或者查詢 包括猜猜我是誰 假冒內地政府機關人員等老招數 但也有31宗是涉及金錢損失 騙款合共超過100萬澳門員 可以見到電話詐騙是屢禁不止 雖然施警已加強宣傳和打擊 但翻查過去年的資料 當局開立的電話詐騙專案調查146宗 是2016年的5.6倍 當中超過八成是屬於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的詐騙案 接獲詐騙電話而蒙受損失的總人數達128人 損失金額接合超過4000萬澳門員 是2016年的15.8倍 單一案件最大的損失金額達1200萬澳門員 另外令人廢解的是 受害者都是以大學生或者具有更高學歷的人士為主 經過施警的努力 雖然居民的防騙意識提高 但騙案的手法層出不窮 就以近日的疑似電話騙案為例 施警公布了國際電話詐騙集團是隨機透過軟件 以連續撥打電話的方式作案 沒有發現本地電信營運商與詐騙集團是有聯繫 可以見到事件不單靠本澳警方就能夠解決 當局如何透過國際刑警及內地公安機制的聯防機制 加強有效的打擊效率 甚至通過立法加強處罰以打擊犯罪 事次事件鄰近地區有沒有發生 可否多參考外地防範電話詐騙 或者網絡犯罪經驗 並加強交流合作 有沒有大批市民的個人資料外洩 希望施警公布更多相關的訊息 釋除公眾的疑慮 並加快調查的進度 盡快破案以減輕事件對市民的滋擾 多謝